今天的天天影视圈 刘亦飞虽然年纪轻自历浅 却也是个新闻永远比作品多的明星 功夫之王让他跻身到了国际影坛 与张子怡迁入同一家公司之后呢 便销声匿迹 直到代替张子怡成为某品牌新艺人代言人 为此呢刘亦飞特意从美国赶回来 刚下飞机就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当中 本栏目记者受邀前往 独家拍摄刘亦飞上海两日行 探寻艺人真实的工作状态 本栏目记者贴身追访刘亦飞 同一班机共赴上海 两天两夜见证紧张行程 因为其实每一个品牌都会有一个代言的一个周期 张子怡迁是我非常喜欢的艺人 也是最棒的中国的女演员 我觉得非常的荣幸成为他们最新的亚洲的代言人 我也很喜欢你们的节目 因为我觉得你们节目每一次出来 非常的有这个 这个有价值 让大家觉得有艺术的这个讨论的价值的 另眼见秘 镜头背后重要人物 天天影视圈 全新灵机处 刘亦飞 早上8点15分 首都国际机场 刘亦飞从这儿开始 她预定的上海两日行 到达虹桥机场之后 记者意外的发现 刘亦飞独自一人 站立在过道边 等待着同行的母亲和工作人员 仍然是她惯爱的靴子载裤 时尚墨镜 尽管没有化妆 刘亦飞也不太刻意回避镜头 混在人群当中 更像是个普通的时尚达人 也只是偶尔有乘客 侧目而视 本以为就可以这样 悄悄地走出机场 接下来冒出的两拨人 让刘亦飞彻底 保人 让刘亦飞彻底 暴露了身份 会联系经纪公司 都事先都联系一下 知道 但是我们组织一下 主要是保护她 担心 有一些无关的人啊 就是对她做出一些不礼貌的行为 先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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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了解 这次负责刘亦飞保安工作的人 曾为贝克汉姆做过安全工作 也算是小有名气 可是在接下来的活动中 这位明保安就要受点委屈了 除了热情的粉丝 冷酷的保镖 艺人背后劳苦功高的人士还多着呢 在为某品牌代言的活动上 刘亦飞这个让人颇感新鲜的开场 就隐藏着幕后人员的功劳 我练习了好久 因为一开始彩排的时候 里面是看不见外面的 所以呢 只有被秒数猜 而且呢 方向是反的 就是你看她从这边来 你会左右有时候分不太清楚 然后呢 旁边就就就就有一个 蹲了一个工作人员说 现在是左边出来 右边下去 结果居然有一瞬间不分左右 但是晚上真正的 去演出的时候 因为灯光暗了 所以你就看得很清楚 后面还是有一个人在帮我数秒 对 但因为她很紧张 她要记着每一秒 我千万不能错了 要是错了的话 很有可能就会变得完全乱掉 昨晚专访已经是晚上11点 刘亦飞结束了在上海第一天的工作 返回酒店休息 为第二天林志盈演唱会做准备 这颜色是我选的 因为我觉得 应该说这个颜色在舞台上 应该是比较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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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浪漫一点 因为我还没有穿过这个颜色的衣服 专门为这个林志盈演唱会去设计的一个想法 别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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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在心里人家 我不知道小智今天穿这个衣服 好好玩哦 这身衣服感觉还喜欢吗 不知道我感觉会什么 颜色 有这么看颜色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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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就是衣服的保留了吗 这个要看小智给不给我了 哈哈哈哈 你一会儿要去哪儿啊 对 我先走 一会儿要去苏州 因为我代言那个泰湖的 是连夜走吗 对 回北京去 好了 拜拜